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 全球的战略格局是 美中对抗 中美对峙 亲爱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1年12月7号星期二在全网部署的这两天的视频,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时间不长,但是在国际国内 尤其在国际间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今天只能挑一两个非常重要的跟大家来谈一谈 但先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首先这个第1个想必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昨天美国方面宣布说对中国 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制裁 什么叫外交制裁呢,就是运动员还是来,但是政府官员 政府官员不来,这个从中国方面来说,这个本来也没请你,你按来不来 后面大概有几个东西需要关注,第1个呢 中国方面对他的后续的制裁行动 第2个呢是美国方面 他竟然在拉帮结派,拉他的盟友或者朋友 后续有来,那么这些朋友或者朋友无非是日韩啦 还有欧洲啦 还有加拿大英国,还有澳大利亚,无非这么几个国家,那么加拿大方面已经收到消息说,说我们已经收到美国要求我们也不参加 这个北京冬奥会的这个邀请 这个最要是官员不参加,不是说运动员不参加 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研究,所以我估计啊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方面 中国的外交,外交战线也会在全国,在全球展开一阵游说活动啊,这可以说是中美两国的一个 一个角力点 但是这个对于中国 现在正在这个 对美国进行民主方面的一些反制,中国也提出了自己一套这个言语体系,我认为非常好啊,但是 未来呢,其实还可以有些其他的思考,有关这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再展开了啊 这个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号,邱振海啊,这个三个字搜索,然后由我的音频里面会做出更加详细的分析 顺便说一下,很多朋友们对我 有意见啊,说啊,你这太商业化了啊,你这等等 两个原因,第一个呢,这个 严肃的,独立的资讯 独立的意见 首先要来自于严肃的 这个 分析啊,严肃的分析 首先 还是要保证 一定的高端性啊,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我想这个 一切静在不音之中了啊 第二呢,这个朋友们可能在有些 场合听不到 啊,这个一些更加精准的一些分析,可以在我的音频当中啊 好,我就不再展开了啊 这个,然后同时呢,昨天呢,还有这个昂山素姬这个事 昂山素姬昨天晚上被,昨天下午 我们收到消息说被判了四年 啊,现在今天早上又宣布 改判了两年半 这个其实背后啊,其实是 这个我认为啊,我认为 是中国和西方势力的一个角逐 而这个角逐 啊,这个已经走出了 第一个 回合 已经有了一个第一个回合的一个对中国来说啊,我们第一个看到的一个 明显的一个成果 有关这个问题我也不再展开了啊 啊,大家去评就可以了 第三个呢,这个加拿大 驻华大使 宣布 辞职 宣布提前离职,我认为这个其实 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也支持他 我也不太展开了啊 第四个呢,这个美国和台湾的所谓的商务部长 这个昨天举行一个视频峰会 这个是美台之间的第一次 啊,虽然这个美台的官方网来已经非常密切了,但是 这一次明显的是 美国在拉台湾在这个供应链,尤其是芯片供应链方面靠向美国 迈出的非常实质性的一步,有关这问题朋友们未来可以,真的是可以密切关注 好,下面我就想聚焦两个事 一个呢是今天 12月7号非常重要,就美俄的首脑峰会要举行的,但是视频峰会 不是现象峰会,之前我调侃了老普和这个老拜两个人,两个老男人啊等等啊 现在把玩笑摆在一边,把调侃摆在一边,现在是视频峰会 这视频峰会之前,昨天 这个普达地 俄罗斯罗普京专门帮 飞到印度这个首都新德里 和印度的总理莫迪 举行了双边会谈,一天闪电视马上来回 回去 干什么呢 这个俄英之间的峰会是常态的 但这次专门飞过去 签了28个 双边的协议,然后来了一个大拥抱 大拥抱大家知道后面两个信号 第一呢 这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之间才有大拥抱 这个像社会这个国家之间的 西方国家之间现在为了社交距离也不大有大拥抱,但是在俄英之间 搞了一个大拥抱,难道他们现在 不怕Omicron了吗 不怕新冠疫情了吗 第二呢 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双方还是签下了 很多的协议,而且这个时间 又是在 俄美 峰会的 前一天 所以这里面有非常 多的可圈可点的地方啊,可以来解读的地方 下面 言归正传 常国长说几分钟时间 第一个呢,这是普京为了在俄美峰会之间拿到一个筹码 大家知道印度现在 已经非无下阿盟啊,用我们中国的普遇来说,今天的印度已经不是2016年 当时他想跑到中国,当时4月份和6月份 也是现在的印度总理莫迪 PDIPDI两次跑到中国,一次是跑到北京,一次跑到武汉,就是为了跟我们领导人来 来谈 2016年,但2018年以后印度整个的 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就是当时的特朗普政府把印度纳入到他的印太 战略当中去 在南海这边拐弯了嘛,然后印太战略的最西部就是印度 就是印度了吧 所以从这以后 我一再说,不撞南墙不回头,所以印度的 这个整个被纳入到 这个美国的全球战略当中去 所以现在你看美国在全球部署也好,欧洲人已经明显的知道了 他说在冷战期间我们是跨达西洋关系 是最重要,因为当时前苏联是他们的头号敌人 现在是美国已经把他的战略重点已经放在 不是亚太地区 放在印太地区,而里面英国 印度 印太印太嘛,就印度,印度太平洋,印度已经放在里面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普京专门要跑一趟印度跟 莫迪来个大拥抱 甚至不怕,感染 来个大拥抱,所以这里面就是为了在今天 拿到筹码 所以今天当然是俄美双方 之间谈什么,我们先不知道 我们,我如果知道他的议程,我也不做,我也不做在这里 明天请大家关注我这视频 一定有更多的干货可以告诉大家 但是我想这个 美国和俄罗斯 双边关系谈,正像俄罗斯的副外长说的,最近有成 成倍的 问题出现 我认可呀 乌克兰啊等等啊,但再多也多不过中美之间出现的问题 所以美国方面也好,俄罗斯方面也好,也要举行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的会谈 从我们第三方的角度来说,不说乐观其成,也无可非议 对不对,这是他们双边之间的事 双边之间他们关系要稳定 他们要自己管理 无可非议,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从美国方面 包括基辛格那时候跟特朗普出主意,然后特朗普主意现在又延续到拜登 再在的 中间这条链 价值链下来就是 美国将 利用俄罗斯 在平衡中国方面 他有个上限和下限 注意啊,上限和下限 上限就是使俄罗斯在 帮助美国 我们可以说,或者在撤影美国 协 协防中国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这个是做白日梦 Day dreaming 做白日梦,做不到的,因为俄罗斯跟中国现在不是盟友,甚是盟友 对不对,我们双方的 战略性能关系是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挑拨的 但是在下限方面 美国方面至少 能够使他,使俄罗斯能够做到 在美国和中国发生重大 核心利益的冲突的时候 至少 适度的保持 专业状态的中立 我这个画面为了非常复杂,大家要一个一个自取评 保持专业状态的一个中立 说,果然 最近有个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符合 你帮我一块钱想,是不是符合我刚才下的这个定义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以前说了 在接着专访的时候说到 咱们的汪汪问题 他说汪汪问题的解决,他不认为 可以用 应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 好 下面来了,你不是你猜你猜,你猜猜猜,而是你品 你品 你细细品 好吧,由于时间有限,我就不再展开了 好,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来理解 美国方面对俄罗斯 战略议程,战略家关起门来 宣传家 跑到外面都是宣传 战略家关起门来,全都是撒盘推演 所以战略家他一定有上线一个下线 在上线下线之间他靠的是逻辑 推演 所以美国 他的战略逻辑推演 基本上我给大家解构的起起巴巴的,不要再说我 不把干货告诉你 当然还有更多的干货 进我的微信公号 搜索名字邱振海三个字,有更多的干货,但这里的干货有很多啊 你品你品你细细品的,除非你自己不品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俄罗斯方面他也有个战略议程 俄罗斯方面简单来说 已经八分多钟了啊,再说两分钟就收了 22年之前 叶利钦时代当时的俄罗斯的总理 普提马克夫现在已经去世了,那个人是一个战略家 当时他 他来忽悠 游说中国和印度 他说哎呀我们三个国家都是亚洲国家 当时我们纳南无尔什么时候你成立亚洲国家 他把他的远东地区认为是亚洲国家 OK我也是 这 这是以前是我们的嘛 好,然后他说我们三个都是亚洲国家 然后印度你是南亚国家 然后我们把日本排除在外,因为俄罗斯跟日本有矛盾了,他说我们三个国家搞一个轴行 搞一个俄中印三国轴行 那从这个排序上来说 就明显的是俄罗斯主导 那时候中国和印度分别和美国的关系相当不错 当时我们虽然1999年已经遇到了 五霸轰炸等等,但当时在我们的战略上还是把美国认为是中美关系 重中之重 所以我们晚言谢绝,印度方面也晚言谢绝 但我想今天 重提这段历史 虽然普利马克夫也已经 过去好多年了,我重提这段历史说明 中俄印三个国家 其实是曾经有过一定程度的 基础 但是现在这一页翻过去了 现在俄罗斯 没有忘记这一页 俄罗斯依然还在 拉 印度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 全球的战略格局是 美中对抗 中美对峙 虽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化解,但是中美对峙 所以现在这战略格局 不要说我没告诉你干货啊,好好听 现在战略格局是比较有利于像包括俄罗斯和印度等等这些国家在内 当然我们对我们的俄罗斯朋友还是非常之信任,而且我自己本身也觉得 在北极问题上我们应该跟俄罗斯加强协调 这可能是中国的一个突破口之一 有关这问题上次我已经讲过 这次不再展开了以后有机会再讲 印度同样是如此 那么 这些 Secondary 就这些 第二层面的这些国家他们在联起手来 他们在联起手来 试图在中美的对峙当中 找到对他们 有益的那个部分,但与此同时他们各自还跟美国各自跟中国 在发展这些关系 那对我们中国的战略经营上来说 我们就应该有 更多的 一层思考 好了另外最后告诉你 本月 12月份了吧 这个12月26号是什么日子 是苏联解体 30周年日子 虽然这个日子是固定 但是我们的思考 是永恒的 从现在开始 我们大概慢慢来思考 冷战结束 苏联解体30年 前前前因 后果 上上 下下 前前生成 前前生生 我们的很多思考 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 明天同时间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